大家好 升旗易得渡 今天是2024年7月4日 今天是星期四 時間到了農曆年 5月29 今年是甲晨年農曆 來到星期四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香港最新的時事 在網上流傳著一條影片 這個影片 似乎 是發生在一間酒店的裏面 好了 不知道詳細的爭議的內容是甚麼 但是影片 拍攝到 有酒店的客戶 和 酒店的職員 是櫃台職員 竟然 互相爆粗問候對方 整宗案件 也聽到 那個叫做 櫃台職員是說 清楚的廣東話 相信 就是發生在香港 非常之 有趣又發生的事情 我們繼續詳細講之前 請各位記得繼續支持 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 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尤其是香港的朋友 記得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就是如此簡單 敬請各位 記得盡量幫忙支持 在海外的聽眾沒有辦法 你要做多一點 因為 你比較自由一點 請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回來 繼續研究這宗案件 這宗案件 後來 被傳 說是來自香港的 沙田麗豪酒店 麗豪酒店在哪裏 就是在這個 是沙田 這個盛門河的河畔 在這個 叫做圓州角公園附近 而在他旁邊就是相當之著名的沙田 炒車路口 叫做大沖橋路口 發生了甚麼事呢 只是知道 似乎是兩個年輕人 一個是客戶來的 一個 是酒店 的職員來的 是櫃台職員 櫃台職員 相當之憤怒 大聲 破口大罵 罵這一個是客戶 說你看不到我 照顧其他客戶的嗎 由於客戶那邊 沒有甚麼說話的 所以根本分不到 到底是香港客戶還是內地客戶 只是聽到就是酒店職員 很大聲 說粗口是罵的 你是不是傻X了 X當然是粗口啦 結果 被人認出這個酒店 大堂正正是沙田麗豪酒店 於是有記者和媒體向 沙田麗豪酒店查詢 沙田麗豪酒店 是回覆記者查詢的 他說這件事 是確實是真有其事的 這件事 發生在剛剛 這個週末 上星期的週末 酒店說當時的酒店房間 供應比較緊張 而客人 因為等候換房 需要 輪候時間 然後變得 情緒激動 等一下 這個描述好像不是很正確 現在情緒激動的似乎 是酒店職員 不是客戶 最少 這個幾十秒的片段 拍到破口大罵的 是酒店職員 酒店說對事件深感抱歉 並且說已經 是內部懲處了涉事職員 也說提醒所有職員 以禮待客 遇上突發情況 應該冷靜應對 這個官式的回應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 網上流傳著 很多個不同的版本 本身的影片 只是大概只有十幾秒 而拍攝角度 是二樓 從上面拍下去 是拍著一樓大堂的 而拍到的對白 就是粗口了 我正在幫 我正在幫人家的客人 你做甚麼 你做甚麼呀 你是不是傻X了呀 這個男客戶也爆粗 你是不是傻X了呀 這個男職員 激動地 激動到 走音 網上當然引起 一番激烈的討論 到底發生甚麼事 又到底職員對不對 有一個流傳的版本說他們 不單止 是 吵架那麼簡單 即是說客戶可能是輪候時間長 也不單止 有一個版本的流傳是說 那個在櫃台前面的客戶 是曾經 是襲擊 櫃台的職員 據說好像是拿甚麼物體 是打他 打了一下 所以 職員才會那麼激動 如果按照影片 內容推測 聽回那個對白 他說你是不是傻了呀 你見不見到 照顧其他客戶 你幹甚麼交差事啊 如果你看回那個對白 其實 如果你說真的曾經有人動手 似乎是比較合理的 因為 就算 情緒再失控 的職員 是沒有甚麼理由那麼大反應的 如果你看回那個對白 問他 你是不是瘋了 你是不是傻了 很大程度上 覺得這個 流傳的版本是可靠的 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客戶 曾經 是動手動腳的 動手動腳 哪怕 可能是很輕微 但是你有身體接觸 你 拿東西拍打的職員 所以職員才會那麼憤怒 至於 麗豪酒店的回覆 也是有類似 是語意不清的情況 麗豪酒店的回覆就是 當時 失控的 他說失控的不是酒店職員 他說失控的 是客人 客人因為等候換房 所以情緒激動 這樣 是沒有說明到底發生甚麼事 因為如果曾經動手動腳 就是整件事就很麻煩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曾經動手 基本上就變成了刑事案件 不過 如果 這個不是服務問題 如果客戶 我不管他到底是香港人還是內地客戶 如果客戶 曾經 對職員動手的話 這個絕對不是 是禮不禮貌之刀 做不做生意的問題 即是說 任何 商業機構也不可能接受的員工 是被 客戶 動手動腳 襲擊的 我們說回我們平時在英國看到這一邊 其實我們會看到很多公營機構 甚至乎商業機構也 會有英文的通告寫得很清楚 就是說我們採取的政策 是零容忍 尤其是對我們前線員工 是態度惡劣 又或者 是威逼 又或者 是脅迫 即是他用的英文字眼 即是說 很多地方是寫得明 你不容許那些客戶 自此自己是客戶 對那個前線員工 是不單止呼呼喝喝 甚至乎可能是動手動腳的 我看到英國 很多地方都有張貼類似的通告 就是說我服務你沒有問題 如果你想耍無賴 我們整個公司的政策 絕對不會容忍 公營機構 醫院 政府部門也有張貼這些 類似的通告 當然我們現在無從得知 只能夠從 一個很短的影片裏面推測這件事 不過坦白說 我傾向相信曾經有人動手 如果不是 我亦都不相信 那個 酒店 職員 那麼激動 而酒店職員那麼激動 你看看那句對白 問他是不是瘋了 當然不是那個Q字 是粗口 你就知道 應該這件事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純粹在櫃台投訴 導致 櫃台職員失控 不過當然現在是 無從得知 只是知道這件事 引起熱烈的網絡討論 更加有不少 網民嘲笑 香港的旅遊已經夠死了 你現在還要弄多單 叫酒店爆粗 旅遊業想不死也挺難 不過正如我剛才所說 如果 有動手動腳的話 又或者 極不禮貌 對待這個櫃台職員 兩種情況 其實我認為 在超過了某個界線之後 其實就已經不是服務的問題了 如果不是 就 你告訴我 哪個地方 的職員可以容許我們動手動腳 那麼 我就要看看 是不是要去那邊光顧 所以大家都知道 不是一句 服務行業就毫無底線 說客人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好 我們今節 同大家 亦都是揭露到這裏 當然 如果 下有進一步的爆料 我們當然會第一時間告訴大家 我們今節 和大家暫時講到這裏 插一段廣告時間 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 還未安裝VPN的觀眾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 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